提東周網, 美少女馬神幫你跳牌 大家好, 我是Coco 大家好, 我是Elsa, 阿宇 四歲功名一生一切, 這裡好 大家近期經常聽到 期待已久的香港打比大賽 將會星期日上演 這場四歲馬終極大展 可算是近年最平均的一場 阿宇, 你怎麼看? 其實這次打比大賽真的非常平均 無論參賽馬的實力 和騎士的陣容都非常不少 有英俊蘇銘倫 有世界各地經常贏一級賽的莫雅 還有南非冠軍范德寶 另外還有大家很熟悉的安國偷 相信這次打比大賽一定非常精彩 那魚實力平均還平均 你自己喜歡哪一隻? 我這次喜歡美麗大師 因為這隻馬是高東來一心部署參加打比 千萬不要因為上次香港經典盃 跑第四而低估了它 我去參賽約翰馬房的酷南 酷南上次來一早精彩鬥士 贏了香港經典盃 霍姊爸爸幸運馬主日 當年也贏過香港打比 如果酷南這屆真的贏了 一定成為佳華 先說回這次的心碎 我自己喜歡飛來猛 這隻馬從上季出道到這家 沒有脫過前四名 加上上次跑同程 其實跑四碟, 虧位虧得很多 而且那天馬房又沒什麼動靜 其實跑方的第四已經算不錯 這次繼續有莫雷拉拆騎 而且排位之莫雷 也親自幫他試草地 這隻馬這次還要排五檔 比上上季更加有力 相信有力贏 我就覺得未必是大摩威勢了 為什麼這麼說? 從有份參與打比大賽的馬房 入報陣和配搭 可以看到高帕森擺明想佛殺故 他那三日打比戰區 有大印銀子配合殺手惟特 直震撼找了經常贏一級賽的莫雅 而王者無敵找了蘇冥良執薑 所以擺明就自在參與 而Coco, 你說了這麼久 這次的心事是什麼? 高帕森很難有十足反彈 不過其他場次的參戰馬 應該就是配合馬房攻勢 我喜歡金龍 這批灌木蟲的三歲指折 今季才上陣 跑四仗一千至千四的短途 得了三季一第五的成績 其實中長途血統 跑短途贏不了很正常 絕對可以理解 這次真情跑千六 還打王牌兼用愛將盜利來 金龍這次應該去開齋吧 重回我們這次的心想吧 第四場八號的金龍 以及第八場十三號的飛來馬 所有更多資訊 記得留意星期二 東周網美少女馬神